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要过了12个小时以上就查不出酒精 一般喝完酒休息一晚上是查不出酒精的 因为在此期间身体已经把酒给消化掉了 但是呢算不算酒精还是得检测仪器说算 每种酒的酒精含量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酒就算喝一点点也会被检测出来 当检测仪器显示酒精量价是好克美好升 此机自然就会被判定为酒价 值得一提的是酒精在人体质留时间长短 也是因缘而异的 有些人对酒精的消化就比较强 结果呢还是要提醒广大车主喝酒 千万别开车 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道路前慢条 安全始终是最关键的 对此呢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评论 想要解决多汽车知识 别忘点下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by索兰娅